如今世界上已经存在了无数百米以上的高楼大厦 随便建造一座一百米以上的高楼 都好使家常便饭 于是大家开始向全球最奇特的建筑上走 建造的难度越高 造型越奇特 越能吸引到大家的目光 才能被众人称之为是世界之最 因此很多奇特的建筑 也慢慢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世界之最 今天我们来看看全球最薄的酒座摩天大楼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进入正题 运斗大厦于1902年完工 建造时称为福乐大厦 高达21层楼 在当年 可说已是纽约的摩天大楼 想想当时还是清朝时代 可是美国已盖起摩天大楼 运斗大厦的名称 来自于其三角形的街区 看起来就像一个运斗一样 当时当地居民对运斗大厦相当不看好 甚至下赌注 看大楼被风吹倒时的瓦砾 能飞多远 不过现在这栋当初居民闲到流口水的大楼 竟成了到访纽约的观光客 必去的景点之一 甚至也成了许多好莱坞电影取景的地方 中央公园南220号 是一栋住宅用摩天大楼 由沃纳多房产公司开发 大楼位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曼哈顿中城 由罗伯特·斯特恩建筑负责设计 大楼位于中央公园南侧 大楼共有70层 于2019年正式落成 成为曼哈顿中城 天际县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成员 目前此座大楼为纽约市第14高的建筑 略低于世界贸易中心4号大楼 约翰·汉考克大厦 正式名称为汉考克广场 在波士顿当地俗称为汉考克 是一座60层 790英尺的摩天大楼 该塔是由碑玉明 及其合伙人亨利科布设计 并于1976年完成 该楼采用极简主义的大规模玻璃木墙 这些木墙大且偏蓝 这样的设计使得在晴天的时候 整座大厦以天空融为一体 在外形方面 该楼采用俯视看来是平行四边形的外形 使得整座楼有了现代主义的感觉 该楼是当时单块玻璃面积最大的 全玻璃木墙建筑 由于当时玻璃木墙的技术不够成熟 大厦建成初期 曾经出现过玻璃脱落的事故 后经过技术改进得以解决 罗达阿尔塔门特 是罗达集团的豪华住宅建筑项目 位于印度门迈 阿尔塔门特路 罗达阿尔塔门特 是一个占地半阴谋的40层豪华住宅大楼 罗达阿尔塔门特 使用全玻璃木墙的干框架建造 三个侧面都可以欣赏到阿拉伯海和城市美景 澳大利亚贝茨司马特建筑公司 在墨尔本建造了一座 名为克林斯大厦的瘦身摩天大楼 高184米 最窄处只有11.5米宽 整个公寓楼占地面积 只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 高宽比为16比1 根据贝茨司马特的说法 这座摩天大楼是澳大利亚最薄的塔楼 也是世界上第三座最薄的摩天大楼 克林斯大厦的便利设施 包括27楼的居民俱乐部 私人餐厅 健身房 和可容纳108辆车的汽车堆夺系统 三楼的露台设有露天酒吧 当你看到这一片二维的玻璃墙直冲云霄 一瞬间大概会以为自己穿越到其他维度了 这是新加坡的新门广场 设计原理是 尖角角度约为40度 而大楼的横切面呈梯形 所以从某个角度看 只是一面墙 没有厚度 新门广场位于新加坡市中心美之路 建筑群由被域名设计 1990年落成 分为东西两座大楼 因为大楼的灵脚锐利 被坊间戏称为刀片楼 普遍的说法是 新门广场是朝向新加坡东南海岸的 原本设计概念 就是将新门广场的东西两座大楼 打造成一扇正开启的新加坡大门 寓意恭候贵宾光临 纽约万五七 位于曼哈顿的57街 号称全球最贵豪宅 坐拥纽约最好的城市景观 位于纽约中央公园中轴线上 富汗全员 该豪华住宅平均每平米 售价高达7.36万美元 顶层每套公寓售价超过1亿美元 住在这里的大部分 是福布斯富豪榜里的显赫人物 这座奢侈品一样的公寓 具有超高的品质 晶莹剔透如同屹立在 中央公园的一座水晶塔 它是由1994年普利兹克奖得主 法国著名建筑师 克里斯蒂安·德包·詹巴克 担任建筑设计 全球顶级设计师 亚布·普塞尔伯格 负责室内设计 它可以说是一座 专为全球富豪 量身定制的高级豪华住宅 纽约中央公园大厦 位于纽约最富盛名的曼哈顿中城 坐落于被誉为 亿万富豪大道的C57街 紧邻中央公园 享有非凡的景观视野 大楼高472米 共131层 历史十年打造 是当今美国第二高 世界第15高 以及世界上最高的住宅楼 建筑的特色是反光的外观 由玻璃 断面补锈钢等多种材料混合而成 这使得它从邻近的砖切建筑中 更加突出 立面的玻璃幕墙 拉丝断面补锈钢 和明亮的水平细节组合元素 突出了质地和光线的相互作用 这座摩天大楼 总共容纳179个住宅 大楼顶部设置有双层和三层富士住宅 独立四家电梯 全玻璃外墙 超大落地窗 这是世界最顶级的云端豪宅生活 相信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个建筑 都会默默为它捏把汗 唯独耸立着一个细细的绣花针 纽约作为全球顶级的国际大都市 城市中的摩天楼 以颠覆性的创意和精湛的技艺 引领建筑设计潮流 斯坦威大厦位于美国纽约 曼哈顿C57街111号 总高1428英尺 这栋大厦采用了一种新的木墙系统 该木墙结合了铜 赤木桃器和玻璃 这栋大厦为世界上墙体壁后最薄的建筑 这也是这栋大楼最大的亮点 设计师设计的这栋大厦 有着大厦坚固的属性 又使得墙体变薄 不得不赞叹设计师的才华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小编的视频 帮我按个赞与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